我們主動約中聯辦的副主任去解釋今天出現了什麼問題 讓他知道第一手的事情 就不是說在別處網站等等去知道 所以我們是去中聯辦去解釋到今天發生什麼事 主要就是這樣 這個他都是知道我們的解釋 他也是理解解釋 大家都知道結果都是因為有不夠三分之二 反對派28個人是否決了這個政改